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印度人排的 讲的是一个极端的不信神的人 如何战胜了宗教人士 他跑这个法院里面去告上帝去了 去告他们当地的某些信仰者的 他们信仰当中的神 就是这么个意思 他是无神论者 那为了他的财产 为了他的利益 去告了那些神 大概讲的是这么个篇 我看了看因为有中文字幕了 我相信国内很多朋友有看过 我个人认为相当好看 就是他解释了 现今生活当中很多 三种人 一种是完全无神论的人 一种是宗教信仰者 另外一个是真正的信仰者 真正的神 所以他把这样的几组 在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当中 融合在电影当中 融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但是里面一个很关键的 我觉得听到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影片的后面 跟那个神 跟那个主人公说 无神论的人说 说神呢 神在哪里 神在你的人性中 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 那我当时看过之后 我自己蛮感触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保住自己的人性的一面 保住自己真正生灵的 尊贵的一面 在这个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作为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 你就应该拒绝共产党 因为党性是扼杀人性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 今天共产党打出生那一天 就是这么来的 有朋友老说这是大道理 其实不是的 这是你真正的 每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神明 真的在每一个人的人性中 每一个人的灵魂中 其实换个解释 中国的传统文化 文化当中 古书当中 王岐山不是说这个 韩剧 什么哪星星来 那个小小子 说传递的那个概念是 灵魂与真正的生命的内涵 在于传统的文化中 我看有朋友骂他 没资格说这些 其实我个人说法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好的一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好的一面 是原因 我们生活在 这一个相生相克的世界中 人内心中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佛性的一面 他就是向好的 如果人性中驱逐于自己 利益的一面 放纵的一面 他就下地狱 对吧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相应的这种概念很多 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场面 今天的局面 那正是人性中的善与恶 在现实的环境中 又有每一个人具体利益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当自己的利益将被威胁而受到伤害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话 李嘉诚说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 李嘉诚说 85岁为17岁的人定普选 很危险 正当中共领导人为香港普选制定标准之际 李嘉诚却不愿公开 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表态 只是说 要85岁的人 为17岁的人定义一切 是很危险的事 他更表明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 与政府权力做出平衡 法治社会就是能制约 及监督当权者的权利 生意人是最利益的 生意人最能看出风向标的 生意人在以自己利益和权和自己基本的自由 以权利当中做选择 但是当真正触及到他自由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生意人就有别的做法 文章提到 李嘉诚很少接受传媒采访 而财新网在6号刊登了李嘉诚的专访 在访谈当中 谈到了他过去很少谈到的政治议题 他指出健康的民主社会讲究法治 包容和多元 一个封闭的社会 民主制度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社会也将固步自封 李嘉诚又讲民主有多种模式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与政府权力做出平衡 这个说法这就有点挑战意味了 在采访当中 李嘉诚表明香港人是有足够的智慧的 然后他引用了丘吉尔的话说 政治不是权力游戏 而是很认真的事物 一个要为香港人服务的领导 怎么可能不爱国家不爱香港 这是真的是聪明人 说的话严丝合法 对吧 说的话严丝合法 如果真正他放弃权力 不是在权力本身当中去做什么的话 那他一定是服务于社会 一个服务于社会的不爱国 那是不可能的 而陷入在权力之中的人 强调权力的人必然是狭隘的 因为权力 当强调权力 权力就无法分享 强调权力就认为别人都会夺他的权 强调权力者必是自私与妒忌者 心胸狭隘者 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卖国的 而不是爱国的 但是在他的嘴中一定是爱国的 因为他说我拥有了权力 用我的全身心去为这个国家服务 但是他内心的根本是他自己贪婪的欲望 他自我证明的价值的那种展现 贪毒权力者一定是自私狭隘 所以他后来还提到说 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是包容 热心 有正义感 对国家富有感情 内地遭到天灾 香港常常感同身受 因此我们不要被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 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 香港正经历着一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和增长 这是可以理解的 五千年中国的音乐和舞蹈 在一晚 美丽的不坏的精神 一爆发的色彩和音 那俄罗斯请占乌克兰的半岛 目的很简单 是黑海监队的出海口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那是绝对的战略要地 那是爱国主义 那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他的国家被侵略 那中共怎么看 这就是非常具有嘲讽的态度 那今天呢 这件事情在国际舞台当中呢 是非常的激烈了 法新社一篇报道 被法广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 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上 外交尴尬 显示其尚在国际舞台上 摸索探路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星期五在评价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时 称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 某国要以制裁威胁某国 神经病 这时候他不提爱国主义了吧 没了吧 这时候他要替俄罗斯说话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不说俄罗斯 进了这个乌克兰 他说美国带头要制裁俄罗斯 他自己 自己把自己放在了美国的对立的面 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独裁者的身份的角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举气不定 环顾左右而又 沿他的姿态 再次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法新社说 这显示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还在摸索 尽管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 越来越显得雄心勃勃 这人家是法新社可能是法语翻过来的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就有点 就是那土包子开花一开始开脸了 土包子一开花 咔一下开那儿去了 然后说我开花了 这就是外交上的雄心 然后明眼的人一看 又来一缺心眼 在外交事务当中 中共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爱国主义 而俄罗斯直接占领乌克兰 为了自己的利益 然后他就这么一番表态 崔永元是政协委员 他经常有一些很真经的一些说法 那说法呢引起民间的这个反响 反响很大 据说他是从这个中央电视台出来了 那各种说法都有了 结果最新的消息呢 这么一篇报道这么讲的 崔永元遭到中宣部封杀 他的财务也遭到调查 起因是合作修 司马南方舟子联名向中央几个部门举报 并得到了某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批示 崔永元的电视台媒体言论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继续自主发言的空间 而他帮助这个贫困家庭小朋友的慈善基金呢 也有几个部门联合调查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这个体制之下的 一个非常基本的操守做法 对吧 基本的操守做法 那这个做法呢 就是调查他 然后抓住有罪没罪的 抓住一条 如果崔永元还不闭口的话 抓了他 抓完了他 然后就跟他们家说话了 你有老婆你有孩子 你怎么办 这日子怎么过 把你钱没收了 你交代吧 不成你再出把镜吧 然后就怎么着了 这就是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一概念 我说呢 神呢 在那个奥迈尬的里面讲 神在你人性中 扼杀人性的 就是魔鬼 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 就是人性 佛性与魔鬼之间 在人间的表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